谁来选台北市长呢 频频被点名的热门人选连胜文 请跑地方行程 今天上午出席的大岸区国民党里长 党员代表团办大会 受到了热点的欢迎 党员们抢着跟他握手合照 甚至还有党员大喊连市长 共年的气氛很明显 人才刚刚踏进会场 连胜文立刻被围住 当场成了人嫌立牌 签名拍照不够 还有婆婆妈妈紧紧勾着连胜文 不放手 出席台北市大岸区里长 和国民党党员代表团拜大会 连胜文一现成台上主持的 致辞的统统被晾在一旁 我们欢迎胜文的首语表演 对对 对不起 我感冒我没有声音了 重感冒失声讲不了话 但手可没听过 全场好几百个人 连胜文礼数都做到 像极了候选人的扫街败票 一个个弯腰握手 只是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连胜文很少出席党中央活动 反倒是地方外会很活络 对台北市长的布局 意味明显 今天是会选择人做出 没有声音 没说出口的党员里面帮忙喊 民意是拜会 但现场解读可就很有想象空间 连胜文拜会完速速离开 鸭子划水 有动作 但太大 可是会招人计 对未来布局 得步步小心 这位王一军中海台北采访报道